九上一段段考複習終於來了 拍手 我跟大家講的等待是值得 這一次段考複習 我卯足的全力 數個無盡的夜晚 從投影片 配音 剪輯 全部一手高版 全程毫無尿點 保證看完一堂課 搞定你所有的問題 這邊直接不言了 直接跟大家邀個讚 但是不要幫我按兩個 謝謝 還是要麻煩大家多多推廣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一下 有成效的話 之後的影片就會越來越精致 因為現金當我可能還沒有辦法 把我的課程全部免費嘛 但那會是我的目標之一啦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達成這個目標 好那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今天的 九上一段段考複習 好的各位同學 我們看到今天的第一個投影片 叫做時間的單板 那時間呢 就是我們古代人們 為了計算 我們工作的效率 或者是說 春夏秋冬的間隔 到底有多長的設計出來的一個物理單位嘛 那計算時間的方式有非常多 像是日軌啊 或者是我們會根據這些東西 季節變化去設定立法 那這都是時間 然後我們再把它細分細分細分 到最後就可能會有秒數 好 分鐘數 或是有小時 這些不同的單位 好那時間減速一下 你課本上的那些補充都有 你就詳細看看就行了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會放到單板 那什麼是單板呢 單板基本上就是拿一根繩子 然後底下板個重物 然後給它這樣擺來擺去 就可以是一個簡單的單板了 那我們先看這邊 他說一次完整的擺動 從A出發 A到O到B到O到A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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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輪循環 有沒有一定要從A出發 好 其實不一定 你可以從O從B出發 但是你只要從起點回到原點 就算是完整的擺動 所以你喜歡從O出發 也沒問題 好 就是OAOBO 好 那這樣子就是一次完整的擺動 好 那接下來我們討論到兩個熟悉的老朋友 周期T跟頻率F 這個東西我們在上波動的時候已經有學過了 好 那周期的話就是一次完整的擺動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一次幾秒的意思 然後它單位就是秒 那頻率呢就是 好 一秒內完整擺動的次數 就是說一秒幾次 好 那單位是赫茲 好 這是我比較推薦去記憶的這個物理量 因為它在算波動的時候呢 會比較常用到嘛 就不用再額外去換成 好 周期其他的單位了 柏山的你們呢 其實還不用去了解單板的公式 實際上長什麼樣 這交易高中你們就行了 你只要了解 好 他看到的現象就行了 他的現象是這樣子 周期只跟擺長有關 那你的擺長越長呢 你的周期就越大 只要記這件事情就好了 好 然後呢 他倆是不成正比了 不是說 擺長變兩倍 周期變兩倍 不是這樣 因為他終於有個開根號 那開出來的結果會不一樣 好 反正就是說 周期 跟擺長有相關 但不成正比 擺長越長 周期越大 好 然後呢 擺錘的質量 下面綁的是硬幣 綁的是彈珠 綁的是貢丸 都行 但是他都不影響周期 這是你擺板所需要知道的知識 好 接著我們看位置 來位置的話 會有三種位置類型圖 你要去認知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數據課上到的竖線 這個竖線呢 很簡單 就是一條往右的直線 通常我們把右當作正 然後呢 會有 遠點 也叫做基準點嘛 然後當然呢 在遠點的周圍呢 你會看到說這一段到這一段 可能設定 可能1啊 可能10啊 也叫單位長 這個也幫你複習一下數學的概念 好 那這是我們第一次學習位置的表示法 然後再來呢 是 學這個 平面的 這是平面的 我們也會有X頭跟Y頭 我們在直角座標有學到這件事情 那 他就會先讀橫軸 再讀重軸 就比如說像這個點叫做 10 20這個點叫做 30是10嘛 這就是我們學位置的方式 那當然 我們在口語上 小時候也常常講說 他在我的北邊 他在我的北邊 或是你在我的南邊 但是這樣 方式去敘述位置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到的就是這個XT圖 XT圖的話就是 有位置跟時間的搭配 就是我們今天的大重點 國善要學的XT圖 那這個圖一樣 有了前面的知識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要怎麼看 先看橫軸 再看重軸 比如說這一點好了 這一點是什麼 這一點是說 這個物體在第10秒的時候 他的位置在哪裡 他的位置在20嘛 也是10、20 某一個人 在第10秒的時候 他的位置 離起點有20公尺 比如說像這樣的敘述方式 就可以用XT圖去呈現 好像這個圖就是這樣 那如果是在這裡呢 這裡就是在第0秒的時候 他離參考點 或叫遠點 有10的距離 所以這就是XT圖 然後這個圖呢 如果要用口語去解說 他的運動形式 就是一開始他離遠點有10公尺 然後越走越遠 走到離20公尺的地方 然後呢 停了一陣子 像你看他到20秒的時候 10到20秒這一段 他都沒有做任何移動 所以他都是在20的這個點上面 X座標都是20 所以他都沒有移動 然後最後呢 往回走 甚至走過了他一開始 一開始的起點 一開始的起點是藍色這一點嘛 所以走回了參考點 以一個賽跑選手來看好了 他會先在離起點10公尺的地方 這是起點 然後呢 往前走10公尺 往前走10公尺 到了這個20公尺的地方 到了20公尺的地方 然後等了一下 等了10秒鐘呢 最後呢 往回走回起跑線 大概是這樣子 這就是這張圖 XD圖想要表達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透過束線 平面坐標 這樣一連串累積的概念 去了解這個XD圖要怎麼看 那這樣子這個圖就沒有問題了 好 在了解XD圖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位移跟路徑場 我們有了位置 那位置會變化嘛 那就會產生所謂的位移 就叫位置改變的量 那你要記得他的特性是說 他有數值跟方向囉 他有 比如說有幾公尺 然後還有說往哪裡移動 就叫數值跟方向 路徑場的話 它是物體的移動軌跡長度 我們比較在乎是長度 所以它是只有數值而沒有方向 我們可以透過底下這個圖力 很明顯的看出來 我設定的X1跟X2 就是兩個 第一點到第二點嘛 那你可以走這條黑線 你可以走這條黑線 那你改變的就會是位移 那我們就會設定叫做Delta X 這個三角形可能在你的視野 已經出現過很多次了 就是變化量的意思 我們在學熱量的時候 也有這個Delta T嘛 就是溫度的變化 那這邊X就是位置 那Delta X就是位移 好 然後這個曲線呢 我就把它設定成L L的話就是代表是路徑場 路體移動的軌跡長度 那你會發現說 大家的起點跟終點是一樣的 但是經過的路徑完全不同 所以路徑場是一定會大於等於位移的 好 路徑場可以走直的 也可以走彎的嘛 都沒有問題 當然路徑場他喜歡他也可以這樣走 這樣也算是路徑場 就是路徑場等於位移而已 然後位移呢 好 注意喔 位移可以是負值 位移可以是負值 比如說剛剛那個起跑線的那個案例嘛 對不對 他可以往後走啊 沒有人規定他一定要往前走嘛 但是路徑場是一定為正的喔 路徑場的話你看喔 這邊起跑線如果是0 他如果往前走10公尺沒問題 往後走如果以位移來看他是負值 他現在的位置在負值 所以他的位移就是 開頭的這個0到後面是這樣子是負值 就沒有問題 可是路徑場呢 路徑場我們只關注長度 不關注方向 所以路徑場就都是10 所以這邊你可以感受出 其實這個方向跟他的正負值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才說束線的右邊會定義成正的 那左邊就是負吧 所以你會發現正跟負跟左跟右是有關係的 好這樣一連串這個數學跟你換 看起來就串接起來 這樣就很好記了 好接著我們看速度跟速率 首先呢 會了解到什麼叫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其實呢就是剛才那個知識點 位移跟路徑場去處理他的經過時間 所以兩者是非常像的 好兄弟好朋友 那他的特性呢你看喔 位移一掛出來的有數值有方向 合理嘛你前面是什麼 你只是處理一個經過時間而已 所以性質一定是一樣的 那當然速率也是一樣的性質 那既然位移有可能是負的 那速度當然有可能是負的 可是速率既然路徑場必定為正或是0 所以速率也有一樣的性質 所以他們兩個是一組的 你只要把它想在一起就不會出錯了 那我們以龜徒賽跑的案子去解釋一下 速率跟速度的最大差異 你看喔烏龜跟兔子都跑回終點 所以他們的位移都是0 這邊講的是指說他的跑場 他的這個跑道是圓形的狀況下 圓形的狀況下我們從這邊出發 從這邊出發嘛 繞了一圈回來會回到這裡 所以他們的平均速度一樣就都是0 因為他們的位移是一樣的 雖然兔子經過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因為0去除以一個 比如說除以10 或是0去除以100都還是0 所以他們的平均速度會是一樣的 這圓底是長這樣的 然後呢 平均速率呢 就比較不一樣了 因為 它的是路程嘛 它的是路徑場 也就是路徑場它不為0 也就是說它路徑場都是一圈 一圈 那一圈假設是比如說是1000公尺好了 蠻長的1000公尺 然後呢 兔子 兔子跟烏龜的時間花不一樣 可能烏龜只花了100秒 然後兔子花了200秒 那這樣就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平均速率就不一樣了 懂嗎 在同一圈跑道的情況下 不同時間 就會有產生這麼多不同的現象 然後你就要把它分清楚 哪些是速度 哪些是速率 然後接著到同學們 比較頭痛的叫做加速度 前面速度已經快搞得無煞煞了 什麼叫加速度 加速度的意思是說 它的速度發生了變化 因為某一種事情發生了 它的速度加上去 加上去了 那這時候同學腦筋動得快 就會說 老師 那速度可能變慢 那還叫加速度嗎 當然算嘛 加你可以加一個正數 你可以加個負數啊 不就是變成減數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去 對這個名詞 是有更深的認識 好 運動中的物體 速度發生變化 稱為加速度運動 它的速度在改變 越來越快 或越來越慢的意思啦 那平均加速度 叫做速度的 變化量 除以時間 速度的變化量 除以時間 也就是說 如果你 這個上一秒的速度是10 下一秒的速度是 20 是這樣好了 這是第一秒 這是第二秒 那我們就會用第二秒的時間 減掉第一秒的時間嘛 然後呢 除以經過的秒數 哎 經過一秒鐘 那你的速度變化量就是10 好 然後呢 你會發現說 它的單位要寫什麼呢 因為速度是一秒 比如說一秒走幾公尺的話 那加速度的單位就要變成 秒平方走一公尺 這樣 從國語去敘述來講 就非常的奇怪嘛 所以沒有辦法透過 這個文字的敘述去瞭解 加速度的單位的物理 只能透過單位 互相相處的方式 確保它的正確性 因為前面的話 你看 這邊的上面這一層的單位 我剛剛寫的這個公式 它上面的單位就是m除以s 下面這個秒的話是s 所以除出來的話 底下的m的s要變成平方 要變成平方 這是加速度的單位由來 這樣可以確保它的物理上是正確的 雖然去數上可能怪怪的 但是就是要這樣寫 沒有問題 如果加速度保持不變的話 就稱為等加速度運動了 它是一種運動的形式 我們前面呢 有請求過速度嘛 那如果速度都保持不變呢 就稱為等速度運動 那改變就叫加速度運動 那如果加速度還一樣的話呢 就叫等加速度運動 但是等加速度運動 不是等速運動 這個有字有差 因為等加速運動 它已經有在加速了 所以你的速度一直都在增加 你就不等速了 所以還是要分一下 差一個字 差非常多 講到這邊再幫大家補充一下 前面的這些速度 速率加速度啊 他們都會前面加一個平均嘛 就是正常來講 我們要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叫平均 經過了多久 那你會看到一個名詞叫做 瞬時 瞬時速度 瞬時速率 這些東西呢 都代表了一瞬間 就是過名思義的意思啊 前面我們是不是說 像這邊是不是寫一秒 一秒對不對 那瞬間呢 瞬間是幾秒 沒有辦法用數字去表達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數字肯定非常小 也就是說 當數字超級小的時候呢 好 那那個時候的加速度 跟那個時候的速度 跟那個時候的速率 就是它的瞬時加速度 瞬時速度跟瞬時速率 就是一瞬間發生的事情 這邊幫各位補充一下 明思解釋 好 前面有XT圖 這邊有最重要的VT圖 來注意 非常非常重要 VT圖的高等 這個章節完全沒問題 甚至一路可以用到高中 這邊CP值聽起來 非常非常高 我們趕快來看 HC圖表達是位置跟時間 那V圖表達就是速度跟時間 左邊這個圖可以很明顯看到這些狀況 然後我把它分成三條線 紅、綠、藍 分別對應著你可能遇到的狀況 其中紅色是等加速度運動 然後你會發現速度從0秒開始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每一秒都比前面來的大 你看喔 這樣子這樣子對下來對不對 每一秒 它對應的Y值 它對應的Y軸的V值 它的速度值都越來越大 所以它肯定是個等加速度運動 而且 它的加速度方向跟速度同向 就是同向 都是一個叫做助力的意思 踩油門的意思 助力 助力 踩油門的意思 所以加速度的值也是為正 就沒有問題 像是比如說我一開始的速度是5 然後加速度是1 所以下一秒就是6 然後6在下一秒就變成7 然後7在下一秒就變成8 那你會發現說 跟速度一樣都是正號 這是正號 這也是正號 這樣就是同向的意思 然後加速度值為正 這樣就很好理解 接著我們看綠色 綠色這條線是這樣 等速度運動 你會發現它的速度完全不變 你會完全不變 所以它加速度為0 沒有加速度 沒有改變嘛 比如說這一點可能是15好了 那15的話 它就是每一秒都是15 慢慢的往前走 慢慢的往前走 所以加速度為0 那它就沒有所謂的正或負了 然後這個時候它還是要往前走 所以它還是有它的位移 要注意 它還是有它的位移 這個是一個伏筆 等一下我們會講 好 那最後一條是 你看喔 它的速度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但是我們還是叫它等加速度運動 因為它的加速度 是跟速度反向 而且是為負值 如果用這個像這樣的案例去敘述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的速度是5 然後一減1 所以是4 然後下一秒呢 又減1 然後又變成3 速度越來越慢 然後你會發現說 這邊它的正負號是負的嘛 這邊呢 這是正的 所以的確是反向 加速度為負值 所以這樣子 VT圖基本的三種線條 你都會看了 好 那接著我們來進入到最重要的部分 VT圖的使用技巧 來這邊有五大重點 你要把它記起來 首先位移 剛剛是不是有講過 這個 不管是 這個V有沒有在增加或檢查 它都會往前走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VT圖 算出它的位移 非常重要 大部分題目都是考這個點 就是叫做線下面積 什麼叫線下面積 不是指說你那個網友 那個現實見面 不是這件事 是指說這一條是不是VT圖的線嘛 你看我現在換點再好了 這一條橘色框起來 就是這條黑線 叫做VT圖的線嘛 它的速度的走勢 它的速度的走勢 它底下的面積 比如說我們要算 30秒內的面積要怎麼做 就到這條嘛 到這邊這個點之前的面積 我們全都要 所以其實就是 比如說我們要算30秒的位移 它就會等於 第一塊面積 加第二塊面積 加第三塊面積 這樣就好算了 為什麼 你看哦 第一塊是什麼 第一塊是T形嘛 T形我們小學 是不是有學過T形面積公式 沒問題嘛 第二塊是什麼 是長方形 當然這公式更簡單了 然後加三角形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計算 像我這邊走一次給你看 如果以這張圖為例的話 第一個圖形的T形 應該是上底是10 加上下底是20 乘以它的高是10 乘以它的高 是10 然後除以2 好是這樣去算 好所以 第一塊的面積應該是150 然後呢 第二塊的面積呢 是長方形的話 是這一塊 這個是10嘛 這都是10 好 它的高就都是10 所以它的底是20 乘10 叫做200 這第二塊面積 第三塊面積是一個三角形 它的底 好是20 乘10 然後還要除2嘛 所以是100 所以只要把這三個東西加起來 好這邊是450 就是這個30秒內的位移 叫做450公尺 好那注意單位 看它聽不給你什麼就用什麼 這邊我是先用公尺做這個 用公尺表示 好那就是最重要的一點位移 就叫做線下面積 那當然延伸狀況下 你會發現說 欸老師這邊這個數字怎麼辦 這個數字變成負的 就是我等一下要講的 好不急 我們來討論一下 水平線 水平線就是要等速度運動 這我們剛剛講 那鞋子線就是等加速度運動 那有正有負嘛 所以這時候 如果你的線是往上的話 代表加速 前面已經看到了 然後線往右下走就是減速 好 那這時候你看 第四塊面積在這裡 第四塊面積在這裡 一樣可以算 一樣可以算 我們就把它算出來 這邊的話 它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呢 它也是20x10除2嘛 所以它是100 100 也就是說它是100 但是它的位移是負的 位移是負的 也就是它走回頭路的意思 走回頭路的意思 先往前 450公尺 然後呢 再掉頭100公尺 所以你會發現說 當直線通過X軸的時候 叫做掉頭 叫做掉頭 不是轉折點喔 轉折點是你的這個 加速度 或是你的速度發生的一些變化 但不代表掉頭 只有直線過X軸的時候是掉頭 這是VT圖喔 XT圖有XT圖的觀念 VT圖是這個線穿過 通過X軸的時候就要掉頭 第一段狀況是這樣子 我們以10的速度 一開始用10的速度往前走 然後這段走了150公尺 是等加速度運動 接著呢 加速到20的同時 保持這個速度往前走10秒 往前走10秒 所以這個是 200 是200 然後呢 把它拉下來一點 等速度走了10秒嘛 然後呢 速度減慢了 減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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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多少 走了 100公尺 好 所以這樣 總共往前的450公尺 總共往前的450公尺 然後接著再往回走100 往回走100 所以最後的位置會在這裡 最後的位置會在70點 離它350公尺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40秒的位置 這個地方我們把它叮成40秒 就會離起點350公尺的地方 你就會發現你解決了所有問題 沒錯 VT圖的終極使用方式就是 一張圖解決所有的答案 速度 加速度 位移 運動動態 方向 什麼時候掉頭 全部都了解了 一張圖解決所有的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如果有熟悉我的頻道的觀眾 已經看到我前幾天發了一個 九上一段的經典 叫做警察抓小偷 國道警察抓小偷對不對 那個就是兩張VT圖疊起來的狀況 你可以透過這邊五個技巧去寫 沒有問題 但這邊你會觀察到另外一件事 這個比較特別 這不是VT圖獨有的性質 是相似型的性質 你會發現說 這一塊藍色的三角形 跟這塊藍色的三角形 是不是相似的 甚至它是全等對不對 你會發現 沒錯 看到了嗎 往前100 往後100 位移相同 它面積看起來也相同 所以 從線下面積確實可以算出它的位移 沒有問題 所以在警察抓小偷內體 你會發現說 我才有講到兩個三角形 相同的時候 一抵銷 就有機會追上了 所以我才是這樣去敘述 我們類體的這個解體思路的 好 那你把這個VT圖的技巧 跟前面的東西串起來 再看那一題警察抓小偷的 只要是速度跟位移的題目 我們就全部都搞定了 好 接著我們看牛1 就是牛頓第一流動定律 那它的定義是說 當物體不受外力作用 以及合力為0的時候呢 靜止的物體會維持靜止 運動中的物體會延直線做等速度運動 注意是等速度運動 不是等加 俗稱靜止恆靜 動止恆動 那牛1呢也成為慣性定律 其實就是保持它的運動狀態 那這邊講一下外力跟合力 外力就是想像說有人推你一把 那合力就是指說有好多外力 有好多人在推你的時候 然後呢 有些力可能就有機會做疊加 或者是抵消 最後可以把它合成一個力 這個我們在後面呢 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這樣的例子 這邊簡單的給你淺情提交一下 就是像這樣 一個小力然後一個大力 然後如果它的方向剛好是相反的 就有可能抵消 很像只有大力在推你 這是合力 那常見的關係性像 像是動物甩毛 抖掉灰塵 這都可以理解 原本灰塵或是水在身上的時候 甩一甩就跑掉了 就是被改變了 因為它受到了甩毛跟抖灰塵的外力作用 從靜止變成動的 那緊急煞車 這邊講的是 這個車上人 本來是被車載著走 那緊急煞車會突然一個往後 這個往後的力給它 它就突然往前 人量快要衝出去一樣 這就是緊急煞車帶來的一個變化 突然有個力往後 突然有個煞車力 讓裡面的人 改變它的運動狀態 看起來好像是靜止的 但突然會動一下 這就是冠性定體的應用 那我們這邊可以有個實驗去佐證 它是這個牛翼的雛形 茄莉悅先做這個實驗 後來啟發了這個牛盾 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 但它的結果 一定多多少少影響了牛盾 茄莉悅做了什麼呢 就是說它用了三種模型 三種斜面 然後用一個球 我們透過設定紅色是起 然後藍色是中 就是說紅色放開 會到藍色這個位置 那你會發現說 不管這個形狀怎麼變 你看這個角度是不是不一樣 可是它們是等高的 你看它等高對不對 就是說 紅色的起點放手之後 會到終點 藍色會等高 在沒有外力的阻隔下 它盡量去降低了這個斜面的摩擦 設定是光滑的 然後空氣阻力也盡量去降低了 只要這樣的情況下 它沒有阻力 它就會達到等樣的高度 它就會這樣不斷的來回 起跟蹤起跟蹤這樣子 不斷的反覆循環 就可以證明了這件事情 像這個圖形如果已經沒有斜面了 已經沒有斜面了 這個球就會不斷的往前衝 像我剛剛講 理想狀況下 沒有空氣阻力 沒有摩擦力的話 這球就會滾到這個世界終了 萬物的終末 永遠滾下去 牛1看完了 我們看牛2 牛2就是說 當物體瘦外力 前面是不瘦 現在是瘦外力的 然後合力不為0 完全相反 合力不為0的時候 物體的運動狀態就會發生改變 這個可以透過剛才幾個例子 你用不同的角度切入它 也可以觀察到這件現象 那只是說 它就是說速度的方向或大小是發生改變的 然後呢 注意很重要 這相當重要 這個可以打個心 你的科普湾應該也有 加速度跟合力方向呢 是同向的 是同向的 只有同向才有辦法改變你的速度 因為你的合力跟速度 是不是同向沒有那麼重要 外力 應該說合力跟加速度 一定是同方向 這一定要記得 這個我們可以透過後面幾個現象可以看出來 好 物體的運動方向不一定跟合力同方向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具現化把它寫成字 就是這個意思 好 像是剛才我們畫那個VT圖 還記得嗎 我們回到剛才的VT圖 來我們這個VT圖 你會發現說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加速度朝這裡 這個是速度越來越快 這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呢 速度是朝正直 加速度也是正直 可是這一段呢 來我們這邊換一個紫色的比較顯目 我們先來看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是你的速度還是正的 你的速度從20到0 你的速度從20到0 有可能是15 有可能是18 都還是正直 都還是往前走 只是越走越慢 就代表你在踩煞車了 那踩煞車你的合力是向運動方向的反向 你如果往前走 煞車給的力就是往後走 使得你往前的速度越來越慢 所以才說 合力跟加速度一定是頭向 但是跟運動的方向不一定一樣 這用VT圖可以解釋牛頓 牛二的這個概念 非常非常重要 好 講清楚牛二的文字解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公式 公式呢就是F等於MA 這個你們也要會 那F等於MA 你會發現說 它有三個英文字 好 這跟我們之前學的密度很像 密度就是 D等於M除V 那你把它換一下位置 DV等於M 那這樣像不像 其實這很像 這三個數字 三個位置數在這邊互相撐除 所以它也存在著 誰固定的情況下 誰跟誰是正比 那我們等一下就用圖解的方式去瞭解 好 我們當外力固定的時候 我們這邊外力都給2F 都固定的時候呢 時量跟加速度乘反比 就這個傢伙固定的時候 那當然等號同側要乘反比嘛 這個 這個 你可以想像成這樣子 如果都是8 如果都是8 那是不是等於1乘8跟2乘4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1變成2是變大 8變成4就是變小 所以兩者是乘反比 一個變大一個就變少 叫做乘反比 這邊順便幫你複習一下正反比的意思 好我們來看圖 用2F的力去推M的話 得到2倍的加速度 如果是推2M的話 就得到1倍加速度 所以果然就成反比 好那我們接著看 當質量固定的時候呢 都是推M的時候 果然力越大 加速度也越大 就是成正比 當這個M相同的時候 當M相同的時候 這個F跟A是成正比 那當然如果是加速度固定的情況下 加速度固定 如果限定都要是A的話呢 那外力跟質量呢 就要全正比了 你可以透過這個正反比的關係 去弄懂這三個案例 好接著我們來看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是指說 當你的物體運動中 只受到地球影響 那重力加速度G呢 就會等於9.8 單位是M除以S平方 這個剛剛講過 加速度是秒平方 沒有問題 重力加速 注意這個時候這個 尤其是新聞媒體 容易誤用啦 那重力加速度 不是兩個東西相加 不是重力加上速度 不是這個意思 它是指 它是一個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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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來自於什麼樣的地方呢 來自於重力 重力給它的加速度 好那圖解呢 長成這樣 就一個球落下 你會發現它越落下越快 越掉越快 也就是說它的速度 會發生改變 那它每一段的速度變大 位移也變大 那如果畫成VT圖的話 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就是長這樣 然後呢 也有分成直接落下 直接落下 那它的圖就會有兩種 像第一個直上直下 一開始速度往上是正 我們都定義往上是正 這邊往上是正 往上是正 它的速度 我一開始往上丟的時候 它一定會越來越慢 到在頂點的時候 欸 速度為0 一瞬間 然後往下 慢慢加速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線 為什麼降滑 因為你的重力加速度 原本就是往地球 往下面走 好 所以它的線 都一定是一個方向的 然後它會讓一開始的速度 越來越慢 那這一塊就是你往上拋的位移 往上拋位移 然後如果這一塊 如果兩者相等的話 就得回到了手中 這個就是直上直下 它的VT圖該怎麼畫 好 然後呢再來是直接落下 那直接落下的話 這有分兩種 就是它有分兩種圖 理由的話就是 一個是速度 是向上為正 這邊剛才左邊的一馬 這個圖是向下為正 就看你們老師要怎麼管你們 看他們這個上心病狂到怎麼進階 這是我想到最寡的地方 就分成兩種圖 然後呢 直接落下的話 如果是向上為正的話 你從上面靜止 一放手 然後它會往下加速 所以向上為正的狀況下 你往下的速度會負的越來越多 這邊都是負值 負越來越多 所以它才會是往這個方向 這個圖是向下為正 你的速度就會保持加速 然後都是正值 都是正值 所以圖呢 是不同的概念 但是表達的是同一件事情 它差異就是向上為正 還是向下為正 就是看這個題目有沒有敘述 如果它題目瓜無理有講 向哪裡為正 向哪裡為負的話 那它的圖 就會根據它的敘述 畫成不同的樣子 那這是製若體 然後我們回到圖裡 你看我刻意畫了每一秒的狀況 第0秒的時候如果是0 這個就是直接落下 這個圖裡是表達直接落下 不是直上直下的圖 我是從空中放開的圖去畫的 那你會發現說它每一秒的速度差是多少 每一秒的速度差它的ΔV呢 是9.8 每一秒的ΔV它肯定都是9.8 這代表了它的加速度就是9.8 而且它符合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的速度的變化量除以時間 這個東西叫做其他速度 那我們這邊套用任何一個 我們從第一秒開始看 從我們現在算這個東西 第一秒的速度叫做9.8 第0秒的速度叫做0 那經過多久 經過1秒 所以速度果然是9.8沒有問題 那只要搞清楚了 自由落體VT圖 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所向披靡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地克環境 首先我們來看水 那水的話在地球上呢 可以有幾大水體來介紹 首先第一個是海洋 海洋的話它佔比非常高 97.5% 注意這邊的比例都是這個 粗估啦 大概 你只要知道說 每一樣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就行了 因為每一個版本的課本 跟一些網路上來源都寫的不一樣 所以我就抓個大概解釋給各位聽 好那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體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它是鹹的嘛 所以不能夠使用 那裡面的味道呢 像綠化鈉產生鹹味 綠化鈉產生苦味 這個都要記得 好再來是淡水的部分 淡水的話 第一個認知到的是冰川 冰川的話它的比例大概是1.7多到1.8 這是第二大的水體 你會發現它這個比例非常的懸殊 它是最大的淡水 在淡水裡面占69% 就是說海水是這麼多嘛 然後淡水加起來只有2.5 在2.5裡面的69% 接近7成的話是冰川 這樣基地就行了 那因為它是冰的嘛 所以是不能使用的 然後主要集中的位置在格林安島 跟這個南極大陸就是南北兩極啦 好接下來是 我們比較可以使用的 第一個遇到的是地下水 地下水的話是在淡水裡面占31% 那在全球比例呢 是大概0.8左右 快要0.8 通常是透過雨水補充 那如果你過度的抽取呢 會導致鹹化 那原因呢有很多種 通常是因為跟海水混到了 或是灌進來了 都有可能 然後地層下限也是一個問題 這是過抽導致的 會產生一些問題 然後接下來是 這邊都是指地表以上的水嘛 像是湖泊、河流跟水氣 雖然水氣是在空氣之中 但它嚴格來算也算在地表之上啦 所以這都是在其他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的比例非常的少 只有0.075 就是不到1%的水是在地表上的 好這是水的比例 好那我們剛剛提到地下水的話 就會看到這張圖 就是我們的鹽層可以分為透水跟不透水 那它的成分是沙鹽跟葉鹽 就是直接看圖就可以了解了 那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會在山上下雨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下雨下雨下雨 這是雨 那這邊就會補充啦 叫做補助區 補助區補充了之後呢 它就會沿著這個透水層進來 然後這個時候這邊就會充滿著水 充滿著水 那我們人類呢 在一般的陸地上面有開挖 挖井的話 只要挖透 挖到這個透水層呢 就有水出現 那它就會透過聯通管的概念 你看喔 這是地下水面嗎 這邊我寫地下水面 所以它的水面會在這裡 本來如果沒有挖透之前呢 就是挖到這邊為止 都是沒有水的 都是土 乾乾的 可是只要一挖到透水層 那個水位就會跑上來 透過聯通管的概念 跑上來 那就會有井水可以用了 好 那在有些地方呢 這邊如果開個洞的話 就會自己冒出來的話 就叫做支流井 它的口啊 在地下水面之下 在地下水面之下 所以也是會透過聯通管的這個概念 然後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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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然後這是支流井 好 那是地下水的一般的這個結構圖 好 接著我們來看地貌的改變 這個地貌改變的話 我們會有兩種 有兩種力量去調整它 就是內營力跟外營力 那有些版本是沒有寫的 但它以前呢 就會寫內營跟外營 所以一般來講還是這麼交 差別就只是講不講這個名詞而已 就是指地球內部的力量 還是外部的力量 就只是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球內部的話 是造山火山地震 就是地殼變動之類的 就會造成起伏 那外營力的話就會不斷的把它磨平 可以來自於流水、冰川、海浪跟風吹 這四種力會去輕蝕、風化、搬運跟沉積 就可以讓地表逐漸跪於平坦 所以內營跟外營有一個是讓它塗起來 一個是讓它扁下去 透過這樣的交互作用 就會讓地表變得非常多元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風化 風化的話就可以分為物理跟化學風化 那物理風化是什麼呢 就是岩層本身會熱脹冷縮 這是物理風化 就是我們以前討論物理變化的那種感覺 回憶一下 那或者是岩層中的水呢 它自己潔冰膨脹 也就是水的熱脹冷縮 也會導致岩石膨脹或崩裂 這是都有可能的 那或者是植物的根深進岩石裡面把它撐開了 把它撐開了 這些都是屬於物理風化 那這些岩石就會有裂痕 然後碎掉 然後就變成小石頭或是粉塵 那就是一種風化的現象了 再來是化學性質的風化 首先是岩層成分變化 那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原因呢 就是比如像這個岩石中的鐵氧化 那鐵氧化就是生鏽 生鏽就會有鐵鏽 就是紅褐色的 那這樣岩石就會變色了 或者是說岩石 比如說像石灰岩跟酸魚鐵的反應 在化學性質上有match到了 有match到了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了化學風化 就是說這個石頭可能會變小 或是溶解出來 就有不同的狀況 那就是化學風化 好接著其他三個可以一起講 輕蝕搬雲跟沉積 首先輕蝕作用是水冰風浪皆有 流水冰川風吹海浪都有 那水是主要的這個輕蝕阻力 輕蝕阻力 可以是河水 可以是雨水 那什麼叫差異輕蝕呢 這個常常在這個海邊容易看到 海邊就容易看到 就是指說岩層抵抗風化能力不同 岩層的話它不一定是水平的 它有可能受到一些地表的力量 它有可能是這個傾斜的 那它會層層堆疊 層層堆疊 好然後它遇到這個風吹的狀況不同 所以它就會可能 就會變成這樣 有些是凹下去的 有些是凸出來的 就變成這樣 這個就是顯現出了差異輕蝕 就是風吹的方向 我這邊標註一下 如果風可能是 風這樣吹或是水這樣流 反正就是在這一面經過之後 岩層抵抗風化能力的不同 那就會變成這個差異輕蝕 那像是女王頭就是這樣嘛 女王頭就只剩脖子而已 那其它上面那個大頭呢 就代表說它跟脖子 它的抵抗風化能力不同 才會形成這麼奇葩的狀況 好這個是補充一下知識 那接著我們看搬運 搬運的話是風化輕蝕 產生碎屑被搬運了 那沉積的話就是 沉澱跟堆積的合稱 沉澱就是指在流體 在這個水體 在水裡面有些粉塵浮在上面 然後慢慢的沉下來 沉澱在底部 然後堆積呢 就是指說這些粉塵弄在一起之後 堆好了 排好了 久而久之就變成一個石頭 需要經年累月的累積 不會是一氣之間達成的 那這就是沉積作用 好 那認識了這幾種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下一張 好 合流的話分成上游中游下游 這邊呢主要是用沉積物去分 就是這邊的石頭 這邊先提要一下 好 那我們先從作用力開始講 上游的作用力是輕蝕為主 它可以分為原石跟下石 它是指向原輕蝕 它會向源頭輕蝕 就是它會讓河川越走越上 越走越高 向原輕蝕 再來是向下輕蝕 主要是這兩個力 好那就會形成瀑布跟V型骨 那V型骨可以理解嘛 就是如果你這個不斷的往下輕蝕的話 你就會越來越深 深V啦 就是這個V型骨 非常的科學 那瀑布的話就是 就是如果我們是從橫向 橫向去理解這個河道的話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呢你這邊下來 就會不斷的輕蝕輕蝕輕蝕 然後最後就會形成一個這樣子 變成瀑布 好這是上游的作用力 那上游的話 它的石頭就是很大的 然後有靈有角 因為它這個輕蝕力 比較直接 而且尖銳 所以把那個石頭 效果靈靈角角 它不會去對每一個石頭做打磨 這個等到中下游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現象 好接著我們看中游 中游的話輕蝕力比較弱了 也換了方向 所以改成以搬運為主 這些時候石頭變小了 所以就搬得動了 水就會搬這些石頭到處走 然後呢輕蝕的方向會從下石 轉變成側石 就是朝側向拓寬河道的方向去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 河川的中游 就會比較寬 流速變慢 然後就會形成河灘 河灘的意思就是我們去河邊烤肉的時候 去一些碎石地 在碎石地上面架鐵網 然後準備烤肉 那就是河灘 然後呢 這邊石頭都是非常的光滑 而且圓形的 就是鵝卵石 那會找到一些漂亮的石頭 那在這個沖積傘 這個名詞可能比較陌生 這個跟地理一起唸 沖積傘指的是山地結束 進入平地的時候 這邊是山地 然後呢 你的河流下來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就會有一個力道 沖下來是平地的時候 這一塊就會被沖開 九二九十就可能形成平原 所以才叫做沖積平原 那這一塊呢 通常是扇形的 我們就稱為沖積扇 這是發生在中游的部分 到下游的部分呢 主要是由沖積作用為主 因為都是沙子的嘛 都沙子了 就會形成沙灘 河川的出口到出海口的時候 通常都是沙灘 然後呢 也會形成三角洲 這時候就會有同學問說 這兩個東西要怎麼分 這兩個東西就是指 剛才我們講 山地結束變陸地的時候 就叫沖積傘 陸地結束變成海洋的時候 沖積出來的 這就是三角洲 所以他們發生的位置不太一樣 根據每個地理位置的不同 會有不同的狀況 不一定說 中游跟下游的分界有那麼的明顯 有可能是 你可能會是先沖積 然後直接 沒過多久就出海了 所以你的下游定義就沒那麼明顯 最明顯的這兩個定義 不是用中下游去分 因為這個會根據每個地方不同 有可能有變化 那這樣寫只是為了區分他們兩者 不同的性質而已 所以還是用我剛剛講的觀念 山地進入平地的那個節點 就大機率形成沖積傘 陸地進入海洋的節點 大機率出現三角洲 那它真正的上中下游的話 通常會用層幾乎去分 就是大石頭鱷鑾石跟沙子 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然後接著是冰浪峰 就是冰川海浪跟這個風吹 那作用的話其實都一樣 就是輕蝕跟搬運 只是力道跟那個方向不同 那冰的話呢 它有點像水 畢竟是水的另外一個形態 那它輕蝕的狀況會形成U型骨 會形成U型骨 不會是V 它是U型骨 冰的話它可能透過融化 透過不同的方式 所以出來它的形狀也會跟水不太一樣 那它的石頭切出來的話 就是冰氣石 這個字念四生氣 冰氣石 所以就會產生有人有角 畢竟它是這個物理風化的這個盛區嘛 所以它的石頭長的奇形怪狀 也是合理的 冰氣石 那這個在高中地理會有更多的介紹 好再來是海浪 海浪的話在我們台灣的東海岸 有很多的海石地形 有個石洞這些地方 那還有一些沙洲啊 也算是海浪的傑作 沙洲的話算是一種搬運 海浪搬運的結果 那石頭的話 產生的話就是沙子跟小石頭 海浪比較搬得動 好然後呢 風呢也是輕石搬運 風吹的叫風魔石 像我們的北海岸 像女王頭就是很明顯的風魔石 那沙丘的話是 風吹著吹著把沙堆起來 變成一個山丘的水叫沙丘 好那這樣寫過去 為什麼要冰浪的風呢 這是指他們的桃選度 桃選度的意思呢 就是指他挑不挑 你可以從石頭去看最明顯 風的話力道最小嘛 他只吹一動沙 所以他的桃選度 他挑不挑 他很挑嘛 所以桃選度是高的 然後呢 浪呢 沙搬得動 小石頭也搬得動 很中 然後呢 冰呢 挑選度是最低的 他最不挑啦 因為大家都搬得動嘛 桃選度是這個意思 好所以我才這樣去安排 然後呢 這個青石跟搬運 就是指說 上面我寫的U型骨 還是地形跟風魔石 就都是青石的 底下的這些 產生的冰氣石啊 沙洲啊 這些都是搬運的 這個你在做筆記的時候 可以像我這樣去排辦 好那這是冰浪風帶來的環境變化 好接著我們看河道 來河道的話就是 它會有變化 第一個是河接 河接的話是 它是這樣一階一階的 一階一階的 然後河流在這邊 好然後呢 是這樣流出去的 這是一個立體圖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降滑 降滑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是因為本來 本來河床在這邊 然後它輕蝕拓寬 我們剛剛講中油輕蝕拓寬 可是這時候怎樣 地表抬升了 欸 地表抬升了 它就變成這樣了 然後不斷的抬升 不斷的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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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變成一階一階的和階 好這是輕蝕加內引力造成 產生的地貌就是 舊床高於心床 舊床比心床更高 那原理就是 剛剛講的 河流輕蝕跟地表抬升 接著是曲流 曲流 曲流產生的狀況是這樣 本來是 它的彎 彎度沒有那麼大 結果因為透過流體的關係 這個我們在 以後你的物理也可以學到 這個流體 會在經過彎區的時候 流速不同 所以在外側的時候 會比較快 內側會比較慢 就會導致外側產生輕蝕 內側產生沉積 所以這邊 內側會越來越胖 然後呢 外側會越來越瘦 所以久而久之又怎麼樣 它就越來越彎 越來越彎 原理比較複雜 就不解釋 你只要記現象就行了 好再來是一個 很常見的考點 叫橋下踩石 我們這邊先畫一座橋 這座橋 然後呢 河流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有人呢 在這邊採石頭 這邊石頭被要挖走了 會變形成一個 小小小小的台階 就先理解成這樣 然後它不斷的採 就會讓這個地方 一直被侵蝕 因為河流會 去把那個磨平 把那個尖銳 或凸起來的地方磨平 河道就會越來越像這樣 越變越過來 所以最後它的河道就會變成 變成長成這樣 挖著挖著挖著 它的橋墩 橋墩就是橋柱子底下的基座 橋墩就會裸露 那裸露的話就會造成 它的這個結構不穩定 原本是深深的埋在沙土裡面 結果因為流水的關係 導致裸露 那這樣橋就可能會有不穩定的狀況 所以下游倒採沙石會影響到中游 甚至距往上走的上游橋的穩定 這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支持 所以不要這麼做 造成的可能是數十人 數百人 甚至數千人的生命安全 再來我們看海岸線的變化 首先侵蝕方向有兩種 第一種是向海前進 第二種是向路退縮 所以海岸線如果我們定位一個位置在這裡的話 它有可能往後退也有可能往前退 這邊是海 然後這邊是路 簡單的話就是這樣子 那像海前進的話就是 河帶來的沉積量大於海的搬運量 這非常好理解 這個時候就會造成港口淤積 那淤積的話就會變成說 來我們畫個簡圖 一樣這是岸邊 本來水是這樣子 那你的船呢就可以 吃水就可以很深 這樣子 那這樣就浮得非常穩 可是如果你的沙子不斷淤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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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 導致你最後你的船呢 這樣就只能 這樣子 吃水就很淺 進貨不方便 然後可能航行也會失敗 所以港口淤積也是一個問題 再來是海浦新增地 就是這個淤積如果很嚴重的話 就會有一個新的地可以去開發 就變成多出來的陸地 所以陸地面積就變大了 那反過來如果是向路退縮 那就是河的沉積量 是小於海的搬運量的話 就會沿岸退縮 那陸地面積就會變小了 再來一個我們講到輕蝕基準面 這個看起來有點專有名詞 其實是暫時輕蝕基準面 一個是最終輕蝕基準面 基本上呢 在河川沒有蓋水庫的時候 來我們把水庫拿掉 這是河川嘛 河川留下來 然後呢 要準備要出海了 海呢 就是河流的最終輕蝕基準面 這塊是河流跟海 去決定誰勝誰負的地方嘛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 沉積跟輕蝕 那誰大於誰 就會在那個基準面 去做推進或者是退縮 這是兩個狀況 那如果中間蓋的水庫 就像我一開始畫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啊 你這邊排放的水量就變少了嘛 就是水庫有時候需要洩洪 才會排嘛 不然正常的角度攔住了 那這邊就不會是最終輕蝕 這邊水就枯竭了 這沒水了 沒水了 所以 輕蝕基準面就會從最終輕蝕基準面 跑到暫時輕蝕基準面 就變成這樣 這是一個新名詞的認知 那水庫 就會造成一個新的暫時輕蝕基準面 最後我們把岩石看完 岩石的話 我們可以分為三大岩石 就是沉積、變質跟火層 那它的成因呢 就像我上面羅列的 成績就很多啦 風化、輕蝕、堆疊跟壓密 就像我剛剛講的 沙子疊在一起 經過層層堆疊 然後壓密 就會變成一個石頭 那這就是沉積岩 也是地表裡面最多的 然後 組成呢 是泥沙跟礫石 用沙子跟小石頭 還有泥巴 就很容易變成沉積岩 那發生地點就是 平原、山谷、河谷跟海底 就是比較水平面 會發生的事情 畢竟它跟重力相關嘛 所以在水平面發生也是很合理的 科學 好 那再來是這個 變質岩 變質岩的話 它綁定高溫高壓 但是它這邊要講的是 高溫高壓不至於把岩池融化 把岩池融化變成隔壁火層岩 所以它高溫高壓是指環境 不是指說這個岩池已經高到變岩漿了 那它的組成就是 原本岩池的礦物 然後去產生一些成分 或者是比例上的變質 那就會產生在山脈 板塊交界跟地下生成 因為只有在這些地方 才有可能產生高溫高壓的環境 好 像是山脈的話 因為它會有可能造山運動 就是地球的地殼 可能在激烈的碰撞摩擦 那就有可能產生高溫跟高壓嘛 接著我們講火層岩 火層岩在這裡 火層岩就是岩漿冷卻 岩漿冷卻凝固 那當然岩漿裡面有什麼礦物 就會構成火層岩 那既然叫火呢 所以在火山活動處 就容易看到火層岩 好那我們來細細的探討每一個石頭 首先 沉積岩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地表最常見岩石 然後常見的沉重結構 就是所謂的一層一層這樣子 一層一層去堆疊 一層一層去堆疊 畢竟它是跟重力有關係嘛 所以容易是水平的結構 水平的沉重結構 那種類非常多元 像是石灰岩跟岩岩 都算是沉積岩 那這個 常見的三種沉積岩的話 我們把它分為顆粒跟硬度去做區分 利岩就是又大又硬 然後葉岩就是又小又脆 然後沉積岩就是四值 這個就是看一看貝貝就行了 貝多芬的概念 好然後這個沉積岩要知道 就是石灰岩也算是沉積岩 不要覺得它好像很常跟酸與其反應 然後它是化學性質 就往其他岩石去想 石灰岩是一種沉積岩 好這個延伸烤點還包含珊瑚椒 珊瑚椒這種生物性的 生物性的這個岩石也屬於沉積岩 這是各位同學要注意到的地方 好再來是變質岩 高溫高壓味打融融 融融就是指它的融融態 那它的成分跟結構發生了變化 變質前像是石灰岩 變質前叫石灰岩 變質後就叫做大理岩 這就是我們俗稱大理石 就可以做水泥或建材 那變質前是花岡岩 變質後變成花岡片麻岩 那當然也可以做為劍材 花岡岩很硬嘛 做劍材沒什麼問題 這邊你要注意到的是 變質前可以是沉積岩 也可以是火層岩 只要是天時地人和 就會有機會轉職成變質岩 再來是火層岩 火層岩的話就細節更多 因為我們台灣是在這個火山湖 太平洋火山湖上面 所以火山運動非常的旺盛 那火層岩的烤點會特別多 所以我這邊集大成一起講 來這個熊武岩的話 顆粒最小 安山岩四隻 花岡岩最大 主要就是透過這個東西去區分的 但是它的造成這樣顆粒的話 非常的科學 你聽聽看 首先是冷卻的速度跟位置 熊武岩是噴出來的 它通常是海底火山噴出來 所以它碰到了海 它冷卻位置實在很淺 離地表很淺的位置 那你既然碰不到海的話 你的冷卻速度肯定是最快的 所以它裡面的礦物沒有機會聚眾 火銅其他的礦物變成很大顆的 所以沒機會 所以它的顆粒是小的 所以這樣就是一連串的 把它說一個故事弄起來 那花岡岩的話 它沒有噴出來 它是在地表深層冷卻 然後冷卻速度當然是慢的 你那邊只能靠自然冷卻 既又沒有風又沒有水 那你只會慢慢冷 慢慢冷卻的話 你的礦物就有很多機會 找到彼此的夥伴 所以你的顆粒就會變大 那暗山岩就是全部都自製 暗山岩它其實也是 在地表上 如果這火山噴出來的話 它沒有放到水 所以它冷卻的速度 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那當然它的顆粒也是自製的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理解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科學 好 然後顏色的話就得背了 顏色的話就是 銅湖的玄武岩比較深 然後花岡岩是比較淺的 好 代表地區很重要 這個回考 我們太空金馬 就是我們自己的領土 澎湖是雄武岩 然後金門馬祖是花岡岩 像綠島跟蘭嶼就是暗山岩 然後陽明山是暗山岩 然後最後講一下 這個石頭的分布 以台灣來講 因為台灣呢 是我們還沒有上到板塊 這邊先前提交一下 以前你一定聽過 歐亞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就是台灣 那交界的地方 我剛才有講 容易產生高溫高壓的狀況 所以我們台灣的中央山脈是很容易出變質岩的 這你要知道 然後靠近火山的地方呢 就出火塵岩 然後平地的地方就出塵積岩 所以總結一句話 西部平原比較平坦的地方出塵積 只要是山地的 尤其是很高的高山出變質 然後是火山口 比如說大桶火山群的條明山 或是蘭嶼綠島 他們也都是火塵的 好 那就是以上三種延遲的解說 以上就是這次久上一段自然課複習 這次真的拖了蠻久了 跟大家說聲抱歉 以前都在忙磨考的複習 那這次終於有最完整的段考複習了 而且是全字幕的 然後非常精緻 我非常滿意這次的投影片 相信你們在做在聽的時候 也可以感受到 滿滿的熱情跟細節在裡面 那如果你沒有進步的話 也歡迎你回來在底下留言區 跟我報告你的喜訊 那我知道說看我的影片真的可以記住 那這樣我就會非常高興非常的滿足 我的快樂就這麼簡單 那也希望各位幫我多多按讚訂閱分享 因為演算法看到的話 它成效越好 我覺得越有動力做這種優質的免費課程 分享給大家知道 目前我的課程還沒有辦法去幫我免費 畢竟我還是一個打工人 所以希望這樣的一天能夠到來 照顧更多人 那再麻煩各位多多的幫助了 好那就這樣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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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囉